一個叫做黎則憤 阿Q爺 他在Facebook 中挑一段 我不是說他挑不挑機 沒所謂的,讓大家討論而已 但是水平是不是低到這樣呢 第一,他說 我公開挑機 如今特朗普已經督定落選 第一句,這一句已經是一個 你作為一個評論人 你連我現在的基礎事實 你都沒搞清楚 你就去看來挑機,你沒得挑 其實他們回應你都多餘了 因為他都沒督定落選 你就要怎樣督定落選 國會宣佈 他現在什麼了 確認confirm了 那三百零幾張選舉人票 或者1月20日 他宣誓了 之後再翻盤 扣華 現在都還沒 還沒想到 你說要督定落選 然後 香港曾經公開聲稱或支持他必勝的所謂KOL 對美國的現實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完全無知 我不知我有沒有跟他所說的KOL爭爭 他需不需要這麼黑 大家有不同意見 那你又覺得你對美國的現實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很有知嗎 你覺得你很有知嗎 我就問你 上屆為什麼會有一群美國人 會無論如何求一個 Donald Trump 是毫無公職經驗的人出來 上屆你怎麼看呢 就算說香港選舉三年前特首選的時候 你又怎麼看呢 我不是說大家 大家都有不同的分析 沒有所謂的 好了 你說很有知 我真的要問 為什麼會選到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原來在媒體 他由去參選 到現在再選 在整個美國主流媒體都是一個混蛋來的 他是racist來的 他是一個不合適的人來的 但是為什麼美國選民會先選他 你有沒有去研究過先 即使在那一屆 還有你要答我 你說你有知嗎 為什麼一個連任總統 通常連任總統的票不會多 雖然有好處 但是那些票未必會這麼多 為什麼呢 做了幾年多數都有些稀幸 令到那些人 叫你老母 哎呀都不肯投了 為什麼會多一千多萬票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所謂的普羅大眾 普通人 甚至乎是少數民族 婦女團體 反而是支持特朗普和拉丁美洲 你又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比例是多了黑人也好 少數民族也好 拉丁族裔也是 連華人也是 連女士也是 為什麼 你又看不看到 你有多了解 好了 他因而誤導公眾 那些人 無知 你說不知心嗎 不是 他說那些公開必勝的人 就誤導公眾 那些公開支持他必勝的所謂KOL 其實沒有人說有必勝 其實我就不知道 大家都說他機會大 好了 那你要說 為什麼那些人要誤導公眾 他有什麼道理 以他的看法就是 因為他想騙課金 為什麼那些人騙到課金 為什麼 因為他想討好你香港那些人 那為什麼香港那些人 會這麼多支持特朗普 他的戲是很不順的 因為一直以來 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屌七雷 就是因為 大家好像我懶惰你那樣 我真的覺得 大家未必一定是 我焦點覺得特朗普會幫到多少香港 這個當然有一個自己的 agenda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支持民主追求公義的人 如果在這樣的政邪底下 你都看不清楚 何況現在我再撇開政邪 就純粹以事論事 我對美國的認知就是 我認為美國人 他們是信有敵基督 但是有真正的美國人 是不能夠容許 一些這樣的事情在國土發生的 這個就是我判斷 好了 那真的叫做 不對 他要開名的 由林恆子、蕭若元、李怡、煉月真、陶傑、袁公兒 顏純歐等那些 到那些不入樓第2、3、4樓之跟風派 請問如何致言其說 為自己不負責任言論元方 有什麼負責任要負負 我一直分析 我想問 我想負 第一 那些人屌刺有選舉舞弊 跟特朗普必勝是兩回事 第二 我當人猜特朗普贏 即使猜錯了有個問題 你嬌仔也試過猜錯了 香港選舉你猜錯 英國脫歐你猜錯 上次美國選舉你猜錯 不代表什麼 是當你說什麼 就是這樣 林恆正 這也不是我屌的事 我屌你老母臭系 你說到林恆子、蕭若元、李怡、煉月真、陶傑 袁公兒 袁公兒是後進來的 我2013年做節目 顏純歐 倒立阿西不入樓 第2、3、4樓 直跟風派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說我 因為為什麼呢 阿正他脾氣不好 你太厲害了 我告訴你 你三番四次 站起來 吵咬別人的老母 又說嬌仔仔 那些什麼 你以為我們對這個社運界 或者網台界的認知 有沒有人剪一條片都去看 你實在不說 不是說剪一條片都去看 你怎樣 吵咬你老母 我們啤梨頻道 我啤梨 曾經 去到吵咬你老母 我不知道哪個選項是 TOP3 如果是KOL 吵咬你老母 我不管你用水平還是什麼 你老母 我是二、三、四樓 你說清楚 究竟我是二樓、三樓、四樓 你現在開個節目 跟我鬥 究竟多人聽你還是我 我 他什麼說什麼都不要緊 當然 可能我對口入座 但是我真的看不過眼 就算猜錯 你要負什麼責任 怎樣自言其說 我到現在 你說完了嗎 我仍然是這麼說 吵咬你老母 我認為 正義必然得到新章 我又是由頭到尾都不明白 你可以支持拜登 真的沒有所謂 為什麼呢 有些人認為 就算沒有所謂 因為拜登去民主黨 於是世界會這樣 可能會 政治得骯髒 誰做都一樣 有些人是這樣的 可能是犬餘的 誰做都一樣 最重要是我們人民生活好 我擺來這一套 你政治的選擇不同 但你作為一個終身追求民主 他都算是 他很老謝運 你看到這些什麼 這麼不公不義的東西 都可以忍受的 如果我再說一次 如果現在 出述的是特朗普 我都會支持拜登 縱然我很想特朗普贏 我們總不能夠 雖然我們經常說 自己變成魔鬼 你打魔鬼 但是 會有些事情 吵咬你底線 是吵咬你 我們是要做人 還是做狗 還是怎樣 吵咬你 吵咬你 那些人老了 要講個臉 還沒完 跟著一句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跟著那段 再一個貪腐的拜登政權上台後 政權上台後 他又說 真的可以承認 美國朝野政客主流媒體 華爾街 CIA FBI 司法部 甚至法院 法官絕大部分同流合污 由所謂deep state 以致中共控制的惡劣和制下 真的他看到 除了逃亡和叫人課金支持 自己繼續損食之外 還有什麼善賊和意見 有助走不倒 或者不願離開香港的移民 可以安心立命 他就以為這句話 就可以提升他的評論 即是兩邊各打五十大板 老實說 即是他一直說 我支持桑德斯 就不是支持拜登 老實說 你們兩個都支持桑德斯 你支持吧 美國人第一個已經不支持 民主黨也不支持 現在你看看 那些黑命貴 不斷敲門 拜登 拜登 大家見面 老實說 不想不哭 你們要去做些什麼 我有份推你上台 好了 我只是想說一下 如果有善賊 幫助到走不了或者不願離開的人 安心立命 我要這樣說 在這個時候 在海外的KOL 好像你的KOL 你又有什麼善賊 對吧 即是我們作為評論 其實社會責任 譬如我們的節目 是娛樂 我們要娛樂 我們的觀眾 聽眾 以及說真實的話 真相 這些是最初入門的東西 我們不懂的 我聽到動物 聽到蕭先生 甚至乎聽到你 阿Q爺 你們做過新聞的人教我們 喂 報導真相 再作評論 我總不能夠挖苦真相 譬如 喂 有些人很多手足 狠狗 喂 有沒有聲音 有 我贊不贊成狠狗 然後我再去評論 是後話 我不能夠說他們沒有狠狗 當然我們有立場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好了 然後你又將事情大狠到 大狠到 就說你們有什麼意見 即是說 如果你不能夠給別人意見 安生立命 不能夠給別人 那些無助的人 走不了的人 一個意見 你就不應該去評論 為什麼我想說評論特朗普 會有這麼多人聽 就算我們是為了 我說到這樣的 就算是為了 去 寧可 讓這幫絕望的人 走不了的人 可以舒服些 都已經值得做了 給他們希望 而且他們說的是真相 我們不是亂說謊 你怎麼說得到 明明是乾家產 現在人們打得選舉人 被騙了 都被騙了 我們還說 不是呀 Donald Trump 打你了 投了一票 打你了 選舉人票 我們不是這樣互吹 我們是講真相去分析 就算我們真的由那個目的去安撫慰人 我認為都是我們節目做一個節目合理的事情 這段時間最差的是人格謀殺 你們就是逃亡的 你們是課金的 說這麼多事情 首先 I'm still in Hong Kong 他說人格謀殺 例子分 我認知這麼多香港時事評論員 其中一個人格最卑劣最低下的 你怎麼說他做直銷那些事 那些不關事 首先 他這傢伙剛剛講人欺騙課金 林恆子、蕭若元、李懿、念月珍、陶傑、顏順君、袁宮儀 誰是叫人課金去維生的 袁宮儀那些不是叫逃亡 袁宮儀還是自己可以留在香港在清國 不是走出來一毫子都不收 走去美國 他那些不是逃亡 你可以不認同他做的事 或者他認他做太高風險 可能一輩子不能回來見家人 他做他的遊說 這些是那些 中共隨時說你犯國安法的事 他是做這些事 暗殺都還可以 如果你說同盟 你一早去了加拿大 你跟別人相比你不得比 人家一毫子都不收 第二 你說課金 你做節目 就算你依附在大班那裡 做一些板事你都經常要課金 你自己出來總時你都經常要課金 還有 你這麼多年來 你又說什麼高見善策 我不說你什麼小子 什麼政治 對經濟學 這麼多年來 就是在社會會吹到什麼 有賭馬 有賭波 我只是說 你很多時候就拿一些 是求證不到的職業 就出來花生拿來炒 譬如 蕭若元 去見曾慶紅 劉山青跟我說的 然後劉山青都說沒有這回事 但是蕭若元是怎麼做的呢 他兒子不少東西 在老蕭的時候 你沒什麼種 我請你過來做事 然後你是這樣屈咎蕭若元 你反轉豬肚就是屎的全家產 還有 譬如李懿是共產黨 為什麼當日這麼多人不喜歡他 或者他 那些年輕人調查他 他記不記得當時特朗普就輸了 不就是他贏了 希拉就輸了 我寧願支持加州獨立 但他經常踩咎香港 我們支持那些獨派 你說林小仔 是 屌你老鼠 美國的你也支持 香港的你也不支持 你是不是雙重標準 給年輕人屌 給年輕人屌 自此他就很認真 那些本土派獨派 不被人屌 天天就踩咎年輕人 記不記得在六四的時候 一班大學生團 我不去維園六四集會 就是 你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你賺多少錢 是用錢來衡量人 你以為幾千個月 就是這樣 還有時候 我介紹了誰 來買吉利甕 賺了二十幾萬 是用這樣的態度 像自己什麼人 在時代廣場事件 貪小便宜 自己錯就賴咎人 貪過花腩的全家產 還有 當時有租生 不用 你還說什麼 只是李儀 他不斷當著李儀 是 因為他曾經是共產黨 我們平時 我們觀察事物 李儀現在八十幾歲 是 他這六七年 究竟有什麼收到什麼錢 是吧 但是他寫什麼 他說什麼 就是 他是向前走的 但是他怎麼說 他說 你爹屌 你一輩子共產黨 你說什麼都沒有人相信 他原來是用這樣的 出新聞 這個就是他的小子 這個當然是賤家 還有他賤到怎樣 那時候發生和周生說 噴噴那些算 我最多笑你男人去 他又搞賣噴噴 噴到臉 不知道怎樣 然後又說他那個賣骨夫人 明知他還有半年之後 政府就要表一表二 你幫忙買那間店 就很大的機會 或者有機會 就拿不到牌 但是你就幫人 最後那半年就跟人生貨 那些被人租身 那些側問就算了 你就拼了 拼了我認識的 他又拼狠狗人 他經常說挑雞挑雞 你自己拼狠狗人 怎麼挑雞 你挑雞 人家反駁你 你就拼狗人 你說什麼挑雞 還有你說什麼二三四 他早拼狗了我 因為當時你不拼本土派 他就拼你 因為他被那些本土派拼 拼給那些年輕人 就天天拼那些年輕人 當時天天開名 拼了學生會 拼了那些年輕人 而這兩年發現 真真正正為香港衝 為香港都死的 就是這班年輕人 而你就加拿大 你問人有什麼擅拆 你加拿大去了這麼多年做過什麼 我不用問了 你跟鄭經經比都沒得比 你拼了好不好 你去到加拿大 問人有什麼擅拆 或是逃亡 那你自己是什麼 你成早去了加拿大 你瘋狗善到 還有你說別人 什麼二三四線 二三四樓 劉細良 神區 甚至不明白真正 還有李衛玲 我們 星區二 很多都是支持特朗普 要說有選舉舞弊 就不等於 你說特朗普就100%人 不要緊 有哪一個收市會低過你 如果別人是二三四樓 你就不入樓了 廢柴 貪小便宜 我都說由他怎樣反轉豬肚製股 怎樣這麼多年來踩走年輕人 然後就弄一些陰謀論抹黑人又求證不了那些東西 這個泥質粉 再加上他賣東西 九萬漢人低 賣東西那種沒良心 是香港KOL界 或者他不算KOL 香港評論界 其中一個人格最低劣的全家產 就是泥質粉 人家說孟徵啞毒 他們對腳不方便 我懷疑是否因為心理自卑 當日記不記得 我們去加拿大也是一個人的選擇 沒有問題 我們都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你現在找回這些東西 就說別人逃亡 那你自己是怎樣的 有什麼善策你講過什麼 我應該要這麼說 譬如有亨利 亨利也是支持特朗普 但是他認為特朗普機會低 於是你只知道有些人熱心者 特朗普那些人有用去支持 或者吵架 但是我認為亨利的態度 我是很接受的 為什麼呢 首先他是不是支持特朗普 我覺得也不重要 這個是政見 他分析事實 認為現在機會是低的 他對與不對 這個也不重要 不需要這樣口出惡言 你以為現在已經贏了嗎 就算現在宣佈了 真的拜登選 贏了 選贏了 你猜中了 為什麼我說他猜呢 我不當他是支持拜登 因為他都說明在選舉不公 說什麼不作為 他仍然有東西看到 是啊 那你不去 反而我覺得你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是應該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而不是去挑剔你們 說 你們這樣逃兵 或者拿課金 就是說你從頭到尾 你這個人 是 在分析之後 可能只有10% 充滿著那種吵你 思願小氣 人格勞煞 或者他根本是妒忌 老蕭多人聽 為什麼我Q仔不多人聽 為什麼我一輩子被人過大大幫拆鞋狗 不是我自己的自立門戶 為什麼 你問一下 因為你的心理質素問題 不是我想他人真的有些問題 對 他人格有些問題 或者他這麼多年怎樣踩那些本土派 踩那些年輕人就知道 那時候 我去買Radio到春明 頭兩年 我都見到他還錯過主價值 旭敏都說 來不來找他吃飯 後來他說他人變了 後來才知道 最初 嬌仔 最初頭幾年 11到 121213沒有問題的 很正常的 沒有問題的 都挺好 挺聽節目的 挺看年輕人的 是啊 但後來自從給那些本土派 快點吵一下 就整個小氣就癡了 喂他吵得對的 是不是聽 吵不對就吵回去 就是這樣而已 那些年輕人用什麼計較 是不是 休息了 那些我就不會了 不過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我們有沒有人放課金 我們的課金回來 還是憑我們的努力實力拿回來的 大家就給點意見 OK 給泥質分看看 這些是否叫做課金 大家是否自願他付錢 他會不會看呢 我又說一句 一元那些不要浪費價值 就是起碼十元 我們是否要求這麼低 五元都可以 起碼給他一堆東西看看 這樣也OK 我真的希望網友可以 我也不想拆散 他們三個 他們生活了11年 他們三隻野蠻 晚上三隻野蠻 一起抱著睡 全部三隻野蠻 健康良好 喜歡吃雞胸肉 那些很簡單養法 有沒有朋友想養他們 就是收養他們 因為那個人其實也是給林鄭淚 那個人養了七隻動物 但是搞了三隻 三貓一狗就搞不定 OK 除了價錢 有很多其他因素 變成現在很心急 還可以一起 一起領養三隻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直接WhatsApp我 我發揮給我姐姐的朋友 就是要移民 66982429 如果到時真的不行 我真的看到三隻貓要人道毀滅 遭受這樣的騙運 我就真的覺得很凄涼 但要養三隻貓 我也覺得是有些難度的 我想如果去到這樣的最後關頭 都沒有人養到的話 閹雞啊 你一人發揮給我 看看可以安排你收養住 然後延伸的 起碼不要人道毀滅 面臨一個困局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人道毀滅 其實都是這樣走的 起碼多些時間 因為現在只有兩個禮拜 可能第三個禮拜 那個新貓才出來 是 等到他們三隻貓 可以一起一起做移養天年 都是臨後幾年 現在沒有病的 OK 好了 多謝大家的踴躍捐助 更加多謝大家 可以上來用實力支持 例如聖誕禮物 我覺得真的要買一瓶醋 你有沒有搞錯 黑醋 好啊 減肥 身體健康 是啊 這個黑醋很棒 還有 我真的要特別介紹 我的水多多 還有我明天會再顯示 神奇地 我有個網友 我已經說過 有時候你們說我好銷售 其實我不想這麼黑銷售 因為我不想變成一個直銷節目 其實 我有個網友 就吃了我的美髮素幾個月 有效果 出了一些模式 但總是不是說很厲害 之前我提過下一兩次 叫他買了那隻 Chipo Energy Guard 什麼三配方 是 然後又聽我買了 一吃完三配方 明天我給大家看 你有沒有看 真是那些臉無常 臉到臉到臉到腳趾公 你說多厲害 臉無常 臉到腳趾公 多謝大家那些不斷的課金 令到我們深深感動 證明大家對我們一種認同 我們的學問 我們的口才 我們的分析力 可能不及很多前輩或後衷 但是起碼說真話 嗯 屌你都沒有 而且不是屌你都沒有 黎少亂 那個人 你更加對謀殺人 那些什麼藍品 俌屌 他不是第一次的了 他經常都是這樣 他經常都是這樣 我都是 就是屌大家也認同 大家舊相識就算了 說到後面留了半句 其實剛才都留了半句 都留了的了 留了很多 這個傻子真是鼓掛仔 其實他才是鼓掛仔 那些賺錢伎倆那些真的 算了不說那些 賭場在 所以不要緊大家不用湧上來買 因為SquityTV的建築者在搬家 所以最近忙著 沒空寫這個說明書 其實SquityTV的最大好處就是 除了我們方便找外 其實我們的程式是把所有廣告 不明耐力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從任何遠看 你起碼不會中毒 很方便你 請我們看鹹戲 你媽媽一按關閉廣告 就馬上打開第二個視窗 就這樣打開 但很難看得到的 站得不方便 你知道有時候是如箭在弦的 你知道嗎 OK 其實有傳言就說 現在Youtube這麼興奮 Youtube 真是遲忍了死 那誰取代它呢 很多新的互聯網公司 都已經有逆逆欲試了 但是最現成的其實就是Point Hub 去伺服器各樣東西 我希望康克那些老朋友 那些年輕人 我不做為年輕人 醒醒目目 真是 多一個平台 像Youtube這樣 我現在都在想 我們是不是要寫Apps 你遲到Bandboard我們 會這樣搞快 是嗎 OK 多謝阿悶悶 多謝所有課金給我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2021年 我希望大家和起身材 心想事成 OK 我都準備和阿正 或者我們邀請多一兩個人 等下我們再做一個DEMO 都學那個Celebrate 你譬如說 我們定個公價 做甚麼就多少錢 跟你拍段片 對 對 打真軍呢 譬如是求婚還是怎樣 拍片的 你說真的要打真軍 就要是真人出現 那當然是真人出現 真人就麻煩一點 那就要想 譬如說 你想送我們一首歌給你女朋友 之而此而言 說個Greeting的說話 譬如說 你結婚了 我們拍完片 在你那個婚禮播放 是 我是 Hello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啤梨 不知道大家對我有認不認識 不要緊 今天是Emily和Johnson的大好日子 我在這裡恭喜你 希望他們三年抱兩 三番肥仔 今晚一個龍舟掛股 嘔你到啪聲 哪一邊都有力 這樣甚麼都可以 你不寫給我便可以 那我就肯定 想想一下 不能收得太便宜 雖然說三番肥仔 你不是賺不賺幾千元 是你拍不及 是吧 到時再說 但是 那都是心靈雞湯 有的人經常說 你被無線 謝謝 張毛槍 謝謝大家 大家看到我們之前 他們是末齒難忘 所以大家放心 碑里和晚寶 一定會 繼續營運下去 no matter where we are 不論我們在哪裡 又或者不問你們在哪裡 我們都會繼續這個節目 因為如果你叫我不做這個節目 我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就最怕沒有事情做 雖然我可以走回賭馬大計 雖然賭馬大計在我的僱友 不要說僱友,現在都是朋友 他手上得不到一個大發展 但如果在我的手上 其實我就覺得我不用做了 我真心覺得 有啤梨沒有窮人? 不是,根本是一個方向 因為我是認識的 我說過很多次 如果是人是有無盡壽命的 採持是無限大 我真的過十年比李嘉誠有優勢 當然這是不可能,採持有限 但你說一年贏幾千萬一億的 我覺得真的很容易 我到現在都是真心覺得的 真的? 是的 最慘的是 因為我現在說,譬如我想快些實行這件事 很多網友問我 但我一定不會跟他們說,怎樣研究 我只是覺得一說就明白,很簡單 譬如說我要用一千萬,開頭一年 一千萬一年應該贏一億多 保守一點,十多倍 又有一些毛,他進來了 是嗎? 是的 好了,但是問題,不要說那些 如果我要說服別人集資 那我是不是要說計劃? 一說計劃,別人就自己去玩 想靠我 對,想靠你 但我不說,別人也不會相信 也是靠自己 我們就算計劃,由什麼開始 其實我一說就明白了 這條形式 其實也是以前在紅山半島跳樓 死了那個馬臣 那條形式 為什麼會在我手上呢? 因為當天那個馬臣的形式 就是找一個電腦人給他寫的 他把他的想法說了之後 那個電腦人呢 就是我的老友 即是我的供應員,我不要說誰 你知道,他就給了我 接著我就去研究了 看一條方法 我就知道是可以的 馬臣就不是很威風,九十年代 不過後來他幾威都沒有人用 喂,你女兒死了 這樣那些暗狗的人也有 吵你了嗎? 真的有很多人說 經常覺得為了感情和錢 很多人都走不出去 喂,錢就更加不值 喂,感情我當然明白了 吵你了,但是都不值得了 說真的,誰沒有試過感情創傷 不是就是 誰沒有試過經濟結局 我跟大家說,特別是感情 所以年輕人就多些拍拖 失戀得戀,失戀得戀,失戀得戀 失戀每一次都痛 不會不痛 但是痛得多就真的會 真的看得輕一點 如果你吵你,我第一次拍拖 我從全程投入,吵你都沒有 沒有那個對方不行 我真是很懶惰的 譬如你說,吵你倆是清教徒 我真的吵你,不吵你,不拍拖 不暗戀 然後28歲,認識了女朋友 女朋友兩年,吵你三十歲結婚 吵你倆是否吵 說愛童話愛情故事 還要做一個驚喜提案之類的 很難忘,怎知道老婆勾佬 你不就要跳樓死掉了 但是你說不是 讀書,譬如不要說太小 十六、七歲,拍拖 你撇我,我撇你 當然了 如果你說感情創傷 最不值 如果你這樣,方哥不就要死了五千錢 方哥是另外的 你看看他還在這裡,還這麼開心 話說話 我想我們經歷這麼多風雨之後 真的有什麼比一家人齊齊整整 吃一頓飯 當然吃飯就要加菜 我肝包不知道能不能夠 星期一趕下來,星期一之前 但縱然肝包趕不到 你可以買菜,南非鮑魚,頂上雞頭 正不正? 正呀,那位都說正 脆呀 脆包,脆肉玩就聽過 脆包都沒聽過 真的要試一下 這隻包,可不可以當乾包這樣做 甚麼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 其實外面街就是這樣做 但是你始終的糖心是不會有的 糖心是真的 怎麼說呢 是一種 日本人在曬乾包的時候 令到他出現了那種 裡面的化學作用 我忘記了這個詞 之前有講過 智溶 那個真的叫做智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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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